大概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第一个单元、第二个单元 现在讲第五个单元 第六个单元放这边 01、02 我大概把它拆成六个部分 不过以现在所剩下的时间来看 大概没有办法讲的太 讲到可能大概讲前两三个吧 顶多四个时间就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还有兴趣的话 都还有网络上有讲义 那你可以如法靠自己 上面还有放程式码 如果你想转一下 还有那个步骤截图 我做过的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你可以照着做应该也是没问题 因为我只要做过的事情 我都会把它拍照 然后写一点东西 把sauce留下来 这样好处就下一次 我不用再重来一遍了 不然重来一遍是多可怕的事情 重来一遍的话 很多你本来你好像你都会 后来你都不记得了 所以我最怕是说我做完了 做完不就是结束 做完你要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就像我们今天做的东西 看起来其实没什么 但是你下一次我遇到类似的 比如说你希望把一个外部的档案 直接变成资料库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范本 你就拿来稍微修改一下不就好了 我刚刚讲过嘛 资料你不外乎就怎么样 先练习先把档先开起来 对不对 开档就这几行 而且Python里面开档 已经算是非常简单了吧 有没有 就一行两行三四五行而已 然后再来怎么样 上面如果你要放资料库 就先连线嘛 对不对 所以上面连资料库 再来线资料表 还有五个栏位 再来就是insert into他 并且把他执行 所以他跑一个insert into 然后后面就五个栏位嘛 一个罗伯位坑放进去 sq就等于是新增一个新增一个 总共五十个 所以回圈刚好跑到最后一个 OK 避开第一个嘛 从一开始 那最后的话呢 记得要commits 如果没有commits 你前面做的都是白做啦 因为最后要确认一次 因为资料库一定要commits 没有commits 等于是你前面做的 都等于白做工了 OK 那另外的话呢 刚刚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insert into member 然后value 那后面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我把它print了出来 它就是其实很简单 主要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sq string 产生出来 就大概是这样而已 所以 这个sq 我把这个先print了 把它拿掉了 其实主要就是把这个sq string 这个把它变出来就对了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一定要长这样子 就是insert into 有没有 哪一个资料表 values 就是里面的词 一个罗伯 一个坑嘛 反正 如果你的形态是integer 或double的话 前后不要单引号 那如果是你是文字 还有day time的话 前后就一定要单引号 就是这个规则 那一定前后还要加个瓜糊 反正你就是要把这个字串 帮我产生出来 那你再丢给那个sq sq sq 然后他再丢给资料库 资料库才看得懂 OK 所以主要是要资料库看得懂 不是你看得懂就好了 你看得懂没有用 因为他看不懂 还是不会帮你新增 那也就是你跑一个 他就一行 所以其实你那一行意思就是说 请你帮我新增一笔资料 insert into 那资料总共有五个 我给你 你帮我丢进去 他看懂就丢进去 丢进去 OK 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让他写的比较简单 因为刚刚这种写法 可能有同学 可能还是有点障碍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写这样 你觉得有点 不是好理解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什么format 那format的话 相对的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点 那哪些地方可以改呢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在这个value value后面刮符嘛 我先把这个先刮符掉 那后面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用那个format来 那format因为他丢 我总共会丢五个栏位 所以你给五个变数 那我们可以用大瓜壶来做 大瓜壶斗点 然后呢 再一个大瓜壶 不过这个第二个是因为是姓名 所以前后要单营 因为他是文字 那再来一样嘛 这个一个 再来就第二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生日 然后再血腥 再电话 也就是说我先在前面先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字串 这个字串的话呢 里面就是用那个什么呢 用大瓜壶来表示里面我要放的这几个变数 那后面的话呢 这先删掉好了 那后面的话呢 我就直接用format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要产生那个 就点什么呢 后面加一个format 那format呢 你就可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嘛 那总共的话 我要给他 总共有五个大瓜壶 所以点format后面 你就要给他五个变数 五个变数刚好上面这边有 所以我干脆拿这上面来 这等于是第一个 就第一个栏位 第二个第三 第四 第五 第五个有换行 所以把换行拿掉 OK 把它丢到这里面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format出来了 后面我看一下 那瓜壶也没有少 看一下format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就产生一个seql3 那最后的话我就把它print 先不要isq 因为isq可能会失败 用这样的写法 我们来直音看看 OK看一下 结果有没有跟刚刚一模一样 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后面有没有 这个不用前后刮我 这个有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你会发现 有没有 跑出来的结果 跟刚刚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那个写法 相对应该是比较精简 如果用 如果你跟刚刚那个写法比的话 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的变数 就直接怎么样 放一个大瓜壶 后面呢 再用format 帮我怎么样 特别的把我要放到里面的东西 就一个一个的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帮我丢进来 一个一个丢进来 那如果是文字 我前后本来就有单引号了 我就不用像刚刚一样 还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没有单引号 那像这边的话呢 像第三个是生日 直接丢进来就好了 这样方式的话 我觉得是 相对于刚刚的写法 相对比较不容易出错 一个一个帮我丢过来 那确定ok之后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再把它 exqueue一下 那结果应该就 我给这个把那个print拿掉 然后exqueue这个把它取消掉 ok它这样子试一下 不过这个把它执行一下 但是这边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如果你再执行一次 它应该还是会正确 只是说 如果你到那个 我们的 这个segalite browser里面看一下 里面的话 应该好像就会 刚刚50笔 现在应该又帮你 又增加50笔 也就是它没有帮我 把旧的资料删掉 便会重复啦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这样 比较理想应该是 如果你还要再新增一次的话 表示说你有新资料 比如说你今天 你不要把旧资料留下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在怎么样 新增之前 也许可以把它删掉 或者说把它全部 资料删掉 两个方法 要不就是把它用 那个delete from 这个member01 把资料全部删掉 要不然就干脆什么 在建资料表之前 你可以把它删除资料 这个有个建立资料表之前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 删除 那在资料库里面如果要删除的话 也非常简单 你就把create table 改成什么 改成叫drop table 其实大小写没关系 那没有区分大小 drop table 那后面的话你可以改什么 本来是if if not it is 就是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我们这边可以改成if it is 如果它这个member01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删掉 OK 那后面的话当然你不用跟它讲说哪一些栏位 因为它主要是有没有这个 这个table 如果有的话 那就帮我drop掉 这个就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每一次执行 都会先把旧的资料先删掉 再产生新的 OK 就这样不会一直产生 如果你的需求是要删除旧的话 那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这样应该OK 如果假设要删掉旧的 刚刚已经有加了100笔 那我先把它drop掉 然后再帮我产生一下 看一下理论上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OK 那我们再把它开起来 刚刚应该如果没有做不掉的话 变成有又再多100 多50笔 所以应该150笔 现在的话应该还是50笔 你会发现 现在的话刚好就50笔 OK 那也就是你下一再执行的话 它还是会做不掉 如果你的需求是 希望删掉旧的 然后呢产生新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第二个方法 如果你要insert into 假如你担心那个语法 容易写错的话 那我还蛮推荐你可以用format 因为format 相对于用刚刚那个串接 那个这个sicle语法 比较不容易出错 OK好 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还会再讲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效率更快一些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笔 要新增之后就没跑一个新增一笔 没跑一个新增一笔 那这样有一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的笔数越多的话 它会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笔数越多的话 会跑得很慢 所以通常怎么样 最好你不要用sq 因为你会变成说 跑一个丢一个 跑一个丢一个 那比较好的方法是吧 你干脆啊 你就最后串完之后 你就直接一次sq就好 但是在那个python里面呢 有支援 一个叫sq-many 所谓的sq-many就是 你就给我一个完整的这个资料 我一次帮你全部新增好了 你50个你就给我一个串列 那我就一次性帮你把它丢进去就好了 比较不会麻烦 那要怎么做 在一般新增资料 如果你资料越多的话 我比较建议你可以用sq-many 试一下